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喜欢讲他的人生故事 他是1928年出生 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 我爷爷跟我们讲 他小时候的生活是多么的富足 平时吃白面馒头啊 面条 偶尔会吃油条啊 油果子 每月都能吃一两次猪肉水饺 逢年过节 鸡鱼肉蛋样样都有 我大概在初中的时候 突然意识到 我爷爷小时候的生活条件 和我小时候差不多啊 而且都没有电灯 因为我们家通电的时候 我已经读小学了 大家明白我想表达的了吗 我爷爷和我年龄相差60岁 我俩小时候的生活质量 竟然一模一样 60年一点提高都没有 原因何在 村子是同一个村子 黄土地是同一片黄土地 农民还是那些农民 唯一的区别是 政府是不同的政府 你让我把话说的再透彻一点 我爷爷小时候日子过得美滋滋 后来抗日战争爆发 接着又是内战 生活质量虽然有所下滑 但还能勉强吃饱穿暖 那1949年 中共建立所谓的新中国以后 我爷爷这样的农民 生活质量急剧下降 1960年大饥荒 差点被饿死 前前后后在温饱线上 挣扎了40年 一直到了1990年代 也就是我小的时候 家里的生活条件 才恢复到解放前 我爷爷小时候的水平 观众朋友们 不是说农民翻身 当家做主了吗 我爷爷做主了整整40年 才重新过上了他小时候 也就是学校书上说的万恶的旧社会 那种不愁吃喝的生活 这40年到底是进步还是倒退 你觉得呢 中国普通老百姓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我认为是1990年代以后 短短30年的时间 中国向全世界展示了财富神话 中国的变化实在是太快了 快到物质层面的进步 凸显了精神层面的落后 中国人的贫情应激 依然是普遍存在 无论是我这种农村出生的80后 还是那种吃到了发展红利 暴富的60后70后 贫情养成的习性 深深的烙印在我们身上 如影随形 不会因为我们变得富有 而彻底的改变 给大家讲一件我做过的最卑劣的事 那时候我好像才八九岁 有一天吃完晚饭 闲来无事 我突然想到一个整人的妙计 捉弄对象呢 是邻居家比我小一点的小女孩 他们家因为父亲癌重去世 所以比我们家还要贫穷 我和我弟就从我们家那个土墙上 抠下来一小块硬土 我们就打磨成那个糖果的形状 然后在表面滴上一层那个 蜡烛的蜡油 然后用塑料糖纸包起来 哇乍一看真的像一块糖果 然后我们到邻居家 把那小女孩叫出来 假装很热情的请她吃糖 我就记得借着那个不太亮的月光 我们看到她剥开糖纸 把裹着辣的土块塞进嘴里 一开始没有尝出味道 然后她咬了一下 不到两秒钟就啪啪啪啪 吐出来 我和我弟啊 啊捂着肚子 狂笑 现在回过头看当时的自己啊 一是觉得可气 二是觉得可怜 如果我和邻居家小女孩 家里都富裕 都不缺糖吃 这次种人计划就不可能萌芽 对不对 如果我的糖果多到吃不完 我大概也会分享给那个小女孩 就是因为我们家里穷到偶尔才有糖吃 而邻居女孩连偶尔都没有 所以我才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 一边回味着糖果的甜味 一边品尝着整人的趣味 俗话说 情生奸绩 父长了阳心啊 是因为穷人拥有的太少太少了 本能驱使他费尽心机的去维持生存 而富人风一族是啥也不缺 往往更愿意 也有资本去行善啊 积德 虽然贫瘾在我身上 资长的奸绩 暂时的被压制下去 但是他始终存在啊 当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各路记者采访他 问了一些很尖锐的问题啊 他都巧妙的避开了 后来有人评价说 莫言用对记者的方式 充分体现了他身上那种 中国农民的狡猾 我必须承认 那种狡猾在我身上也有 我小时候生活条件非常的艰苦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科捐杂税太多了 农民除了填饱肚子 哪还有闲钱 那村干部收税 全靠软磨硬泡 一天上门催几次 他们会先挑软柿子捏 先把最穷的那几户的钱收上来 其他的也就好办了 我们家不是最穷 但属于很穷很穷 也是村干部正点催修的对象 有一次我妈就忍不住 怼了村干部一句 诶 凭啥先收我们家的 是不是欺负我们窝呢 结果那个村干部淡定的说 诶 真就是欺负你窝呢 你怎么着吧 作为孩子啊 一开始没有那种胆小怕事的概念 但父母是榜样 如果父母处在那种极端的生存环境里 久而久之 腰板就软了 膝盖就弯了 遇事能躲 得左 被欺负 能忍 则忍 这种习惯了忍气吞声 委屈求全的父母 培养出来的下一代 很难拥有那种距离地中 毫不示弱的性格 我也没能逃脱这个规律 庆幸的是我移居到了美国 整个社会相对公平公众很多 我可以昂首挺心做人 心平气和生活 中国情人性格里那种胆小怕事 美国人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美国当然也有情人 他们身上也有贫情留下的某些印记 但胆小怕事恐怕不是其中之一 中国穷人和穷人之间分毫必争 为了一根葱都能打起来 但是如果遇到比自己有权的 或者有钱的 就会变得唯唯诺诺 天大的哑巴亏 也吞得下去 理在自己也未必有底气去捍卫 为什么中国情人这么的胆小怕事 因为几千年来 他们都逃不过被欺压的命运 中国的法律历来都是强者的武器 专门用来对付弱者 有权的可以支手遮天 有钱的可以寻租权力 从而逍遥法外 为什么官二代和富二代 在中国的语境下 它是贬义词 就是因为媒体曝光了太多 他们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丑闻 官官相胡 花钱消灾 那没曝光的就更多了 中国官二代富二代 犯了罪杀了人 可以找人替自己做了 甚至替自己被枪毙 只要自己后台 够硬 这点你相信吗 我就问你怕不怕吧 还在国内的时候 我看过一篇介绍文化差异的文章 讲到在美国 白人同学到华人同学家里玩 最无法理解的不是进屋要脱协 而是华人家里都喜欢收集硬过的塑料袋 这一点充分说明了华人节俭重信的事实 而我除了硬过的塑料袋舍不得容 连硬过的厨房纸也有循环利用 那种厨房纸韧性很好 有时候擦完 湿碗 湿筷子之类的 我看纸上面除了水刺啥也没有 我就习惯性的给它铺开 然后晾干 还能再用一到两次 我还有一大堆过度节俭的习惯 其实对生活毫无益处 比如不穿的衣服舍不得处理掉 好看的包装盒舍不得扔 但是这些和我国内的一个亲戚比起来 真的就是小屋见大屋 他也是农村出身 后来当上了公务员 收入还不错 福利也很好 我高中在县城读书 偶尔会到他家里吃饭 因为公务员有很多饭局 他经常带些剩菜回家吃 都是那种种鸡 种鱼那种大菜硬菜 你以为这位长辈只是带剩菜回家吃 这么简单吗 年轻人还是太嫩 他的节俭的断味 可以说让我被望尘莫迹 他会把剩菜里面的那个大的浆块 挑出来洗一洗 留着自己家里炒菜用 我承认节俭不是坏事 但我认为开源节流才是理想的状态 过度节俭的人 往往会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节流上 久而久之开源的能力就会变弱 说白了吧 光想着怎么省钱的人 容易把日子过小了 他会忽略提高收入才是王道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节俭行为 并不会对生活产生实质的影响 没有人能靠省钱制服 一个人抠抠嗦嗦一辈子最多攒下一个房子 而他失去的是一辈子当中 无数个花小钱就能获得的快乐时光 而时光一去不复返 当他老的时候 回顾自己这辈子 脑海里全部都是掰着手指头省钱的画面 这也是一种悲哀 俗话说穷吃辣富吃甜 我对前半句 哎呀妈有深刻的体会啊 我小的时候一到冬天就特别的难熬 因为没有蔬菜可以吃嘛 那肉菜的话逢年过前才能吃几次 虽然说馒头面条这些管购 但是没有菜下饭呀 怎么办呢 村里人的解决办法有两个 一个是吃那种咸菜疙瘩 我感觉那玩意比盐还咸 就没有任何其他的味道 而是自制的盐豆子 就把黄豆煮熟 发酵成那种纳豆 然后放大量的盐和辣椒粉 搅拌 然后晒干之后留着过冬吃 这两种下饭我都接受不了 我妈就自制辣椒油 我们就抹在馒头上 或者是拌在面条里吃 所以我从小就染上了辣椰 一天不吃还凑合 两天不吃食欲不振 三天不吃浑身难受 不知不觉 我的肠胃就被吃坏了 现在在美国生活 吃辣有所收敛 偶尔放纵吃一次 但是第二天必然会坐几次马桶 辣不是味觉 而是一种痛觉 你一旦上瘾 胃里就会遭到破坏 再吃其他的美食就会 索然无味 就像你迷上了螺蛳粉 对其他的米粉 你就不会再多看一眼了 好比客观了冰毒的瘾君子 根本不限于抽什么大麻 爱吃辣的人大概率吃盐也重 盐分摄入过量 会带来一系列的健康危害 中国近些年餐饮行业发展的非常的迅猛 导致各大传统菜系示威 火锅烧烤小龙虾遍地开花 就渐渐形成了举国上下 无辣不欢的饮食习惯 特别是年轻人 吃辣还能解压 我现在呢 正处在饮食习惯的改良期 因为小孩快要和大人一桌吃饭了嘛 我的种口味对他来讲 无异于毒药啊 而是贫穷的生活习惯 养成了我的饮食陋习 确实有必要去改变 但是谈何容易呢 我记得冯小龙曾经讲过一个事 比较有意思 他说只要参加那种高档的饭局 每次都吃不饱 回到家就找冰箱里的剩菜 专门挑剩菜里面的蒜头葱段来吃 最近几年啊 网络上掀起了最贫情的讨论 又产生了一个著名的论调 就是贫情是一种病 而且还说贫穷不但是病 而且遗传 真的是这样吗 不是说贫穷是一种财富吗 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大家都在忙着和贫穷这个病魔作斗中 试图在自己这一代彻底的根治 穷人向中产阶级攀爬 本领敢花半年的工资买一件奢侈品 爆发户模仿贵族的生活方式 但是中国压根就没有贵族 网上三代都是农民嘛 我经常思考贫情到底有哪些积极的意义 但是思前想后还是没有答案 所以想请教观众朋友们 你认为贫穷有哪些积极的意义